住的卧室以及呢 招待客人的平堂所在 那当然呢 我们车上呢 有一位小伙子 长得非常帅 选择住三楼 那小谢在这地方呢 毫不客气的 称呼您一声呢 叫做色狼 当然呢 我们车上的女士朋友 都可以表态 都没说我要住三楼 如果有女士朋友 选择住三楼呢 小谢在这地方呢 称呼您一声 叫色魔 为什么呢 首先说呢 帐主呢认为呢 这个三楼呢 是离兰庭最近的地方 也是最干净 最纯洁的地方 所以呢 他把自家的三楼 这个博堂和清堂呢 通通供奉在了三楼 而且呢 帐家的姑娘 这个小姑娘呢 在没出嫁之前呢 同样非常的纯洁 非常的盛洁 因此呢 她的闺房呢 也住在那三楼 因此呢 这个三楼呢 不是什么人 都能随便上去到的 同时呢 我们各位呢 在看这个帐主存在的时候呢 您可以发现呢 在房前户后呢 插满了很多彩色的旗帜啊 这个彩色的旗帜呢 我们把它呢 叫做金帆 上面呢 刻有很多的金文 每当呢 风吹动这个金帆一次呢 就代表我们帐主同胞呢 念诵金文一遍 这个呢 叫做风转金 那我相信呢 我们车上的很多朋友 已经在 比如说电视上面 您还可以看到 一个帐主老二妈 或一个帐主老二妈 手上呢 拿了一个转金筒 在那个地方转着啊 那个呢 叫手转金 那除此以外 我们各位呢 明天在九岸沟景区呢 您还可以看到呢 利用水力 冲动的这个金筒的 带动这个金筒转动的 那个字呢 叫做手转金 那不管是风转 手转还是水转呢 都代表我们阿法州 当地的丈夫同胞呢 对藏传佛教的一种虔诚啊 那么这个金帆呢 风很多种颜色 比如说红色蓝色绿色 白色黄色 每种颜色呢 代表不停的含义 那红色呢 代表了权力 黄色呢 代表了财富 这个蓝色呢 代表了理想 绿色呢 寓意着希望 白色代表什么呢 我们各位呢 您看蓝天上的白云 草地上的羊群 以及各位 明天走入藏家 走入网会 姑娘小伙呢 敬献给您那根 洁白的哈达 它都代表的呢 是一种很纯洁 很盛洁的东西啊 当然呢 这金帆呢 插在不同的地方呢 也代表了不同的含义啊 那比如说呢 这个插在房前屋后 是指的当地的 账族同胞呢 希望呢 能够保家宅平安 五股风登的 这么一个意思 如果呢 是插在路边呢 桥边呢 它就是指的 当地的账族同胞呢 能希望呢 过往的游人 或者过往的路人呢 能一路屏幕当中的 一座神山 或者是呢 圣山哈 这个呢 也就是少先的 给各位呢 对藏族的一些 房屋的简单介绍 那么行 车行在这个 公路的左右 我们各位呢 除了在机场那块 看到了一些农田以外 那么在这左右 看到有成片的农田 那么一点也看不到哈 那我们阿霸州当地的 藏族同胞 他们的主食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的 十一位朋友 清科 第一个回答 还有呢 是价值人民币多少 那么当然呢 提醒我们十一位朋友 在您猜价格的时候呢 不要以百合千为单位了 直接用万作为单位 如果每位朋友 在比如说 五六次机会当中 您呢 猜的比较接近 或者完全正确 小谢呢 明天赠送您一件 具有我们阿霸州 当地藏腔明珠特色的 小挂件 那现在呢 我们所有的朋友呢 来可以猜猜 来玩个幸运52 当然不是李永主持的 是我主持的 第一口价 一百万 低了 低了 两百万 第二口价低了 低了 那就是八百万 或者这身帐袍的价格呢 专家主给他进行一个评定 一身帐袍 加随着配饰 总价值人民币 一千万 我把这个答案一说出来 我们车上的十余朋友 都感到 这个非常的 惊讶 为什么如此昂贵 首先说呢 藏族呢 是我们中华民族 五十六个民族当中的 唯一的一个 被称得上 穿金带银 腰藏万贯的民族 那其他的 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呢 都不能这样称呼 那么藏族呢 从古呢 都是 从古至今呢 都是一个游牧民族 他们是赶着牛羊 追逐着水草 而不断迁徙的 这样一个民族 因此呢 比如当那牛羊马匹 在成熟以后呢 他不可能像今天一样 把这些牛羊马匹 交换成人民币 在古代战区 没有货币 只能 以物换物 第二个 也不能像今天一样呢 在这些牛羊马匹 成熟以后呢 把它呢 修成房子 摆在那个地方 战区是游牧民族 他们居无定所 因此呢 他们只能把牛羊和马匹呢 用来交换呢 战区最为名贵的宝石 那比如说呢 古货 蜜辣 红珊 天珠等等呢 佩戴在身上 随身携带走 那因此 这样一辈一辈的 传到今天呢 这身帐袍 加所有的配饰 价值人民币呢 一千万呢 应该说呢 还可以理解 那我们在这十月朋友 明天呢 在您走入到 这个 晚会现场的时候 您可以呢 看到了 来自于我们 西藏日喀德 日喀德地区的 青年男女